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这个CocoMomo Review Channel 最近我在Facebook看到了一个post 是做关于这个Apple Chips的 所以很简单,就是你需要苹果 还有Air Fryer就可以了 这个东西它很像零食这样子的 所以像我这种这样嘴巴痒的人 可是又很怕肥 所以这个我觉得很好,可以代替我的零食 我也是觉得蛮健康的 所以我们就看一下,我这边有准备了两个苹果 OK,所以我就抹掉这个 首先,其实大家也知道 我们的苹果是有很多Wax的外面这一层 我觉得消掉了这个皮 这个Skin的话就很浪费 是因为我觉得它的那个Apple Skin 是有很多Nutrient的 所以要怎样去除掉这个Wax呢 所以我大致上都是会用这个刀 是不是,拿来这样子割 OK 所以你可以,当你这样子割的时候哦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Lak 会给我们的这个刀 呃,刮掉的 所以来,我们CAMERA 我就用镜镜给大家看 那,你可以看到吗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Apple的Lak 是去保存它的那些Nutrient的Lak 但如果是吃进身体呢,是不是很好的 OK,所以大致上呢 我已经大概把这些Wax呢 去除掉了的啦 So,after that吼,我削了过后呢 把它削一下它 然后,我都会来,maybe再蒸一下Rustrient 因为有时候,可能我们那个Wax 能够真正的削到好好 所以我就放温水 给它浸泡一下子 OK 然后呢,我就会用这个C碗叶 来再Double的去清除一下 OK 那么我这个C碗叶是可以洗蔬菜水果的啦 所以就OK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切了啦 So,切的方式呢,就是切片 OK So,它讲说是Based on你的这个 脆度啦 所以如果是讲说,你要比较干还是什么的话呢 你就可以切到更薄 像我这种切东西不是很好的人 有时候可能会又薄又细 又薄又细这样子啦 OK,So,我已经切好了 等下我们就把这些切好了的苹果 放在这个碗里面 好,三秒过后来 我们就撒盐 然后给它蒸一个 10分钟这样子 So,that then它就没有这样快被Oxidize OK Alright,So,我们就等大概10分钟这样子 我们再放进这个Air Fryer 所以我们等下这个半分钟 我们就做一下这个里面的装备啦 我们就准备一下这个里面的装备啦 然后我看到废图它们是有放aluminium foil so but then我是用这个baking paper 就来讲是就是一样的 然后我不会折那种 折到美一美那种啦 so我就只是会 它自上我会这样 Oh my god 攒进去 这样就好了啦 ok 然后我们就大概等一个 maybe多一个八分钟 我们就把这些apple放在里面 ok ok 所以我们的这个呢 有已经十分钟了啦 我们就倒掉里面的水 倒了过后来 就要帮它弄干这个水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paper towel 弄干鸟先 before我们放进去这个air fryer so我就会一片一片这样 放在上面 ok ok ok啦 我觉得是ok好了啦 转好了啦 转好了啦 ok so这个first batch 我们就放在这个air fryer里面 so我就来盒 我看到那个人是随便放啦 所以我觉得随便放是没有问题的 ok so我切的片片是有粗有厚的 so我觉得 and 你又可以吃到脆脆的 有可能吃到比较juicy的glo 我觉得 ok so我已经放好了在这个fryer里面 then 我还是决定把它这样子排 看起来会比较顺 然后比较生味 ok 然后就是 我觉得它会烤到会比较均匀啦 so我们就把它放进去里面 然后过后咧 我们是不可以烤more than 145的 不然的话那个 苹果是会烧焦的 so我就会放它120 过后 再弄一个 15分钟这样子再看吧 ok so我们就等它定位置 ok15分钟过了啦 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苹果 ok 它是这样子的pattern啦 ok so 其实我们还要再翻烤多一次的 ok 我们首先是需要 翻翻一下它 翻翻一下 然后呢 再烤多一个 100度 25分钟 然后20分钟 然后20分钟 我是觉得应该不需要那一个 因为哦 我觉得好像那个 还是四式的 我的苹果 所以我就把这个白色的弄掉先 我们不要这个了啦 ok 因为它也就是没有干干的 因为它也就是没有干干的 ok啦 so我们就放回进去 放一个100度 ok100度 然后20分钟 所以我们就在等啦 ok 定好了啦 所以我们就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成果啦 ok 哇 你可以看一下哦 它已经是给我们的airfryer 吹干了的 but 我这样子 少少一下 它其实没有很脆啦 but 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哦 其实 after 那个20分钟过后啦 嗯 它还是稍微有一点点事的 所以呢我又再去5分钟 50分钟 5分钟 就大概看啦 因为 maybe刚才我的那个 片呢 有一些是比较厚的 that's why 它就 呃 比较有一些部分呢 就会比较死 比较满 比较 难 干啊 yeah 所以我们就把它倒出来 先 ok so 两粒苹果 大致上就是 这样子的分量 ok 所以我们现在就 要try to 4次 做好了啦 so它是这样子的 ok yeah 然后我就try一个来 吃看 嗯 它这个apple 因为它锁住那个水分 apple的水分 so that's why 这个apple是很concentrated的 就它很甜 然后很有apple的味道就是了啦 而且呢它是 这样子干干的嘛 so啊如果是想说 你吃不完 还是什么之类的 你就拿这种 Zero bag 倒进去 然后当你想要吃嘴巴一样的时候呢 你就拿出来 吃啦 嗯 so呢我的这个 呃 分享呢就在这一边 so大家 记得记得 要就是subscribe like 和share我们的这个CocoPromo Review Channel ok 谢谢大家 这个CocoPromo